大家好,我是小凯 上节课我们完成了基本的环境搭建 然后这节课呢 我们来讲一下 Upy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Upy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库 我这里呢只是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如果说你想对它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课程 或者说去网站上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Upy,Upy它是什么呢 Upy它其实是Python的一个开源的数值计算扩展 它可以用来存储和处理大型矩阵 其实本身Python它是有数据结构 比如说用欠套的list是可以用来纯速矩阵的 但是Nupy它比Python自身的数据结构要更高效一点 也就是说Nupy相当于把Python变成了一种免费的MATNAB系统 今天关于Nupy我只讲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它的核心数据对象ndarray 另一个呢就是Nupy一些常用函数的一些用法 ndarray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矩阵 它相当于存储了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数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建一个ndarray对象 一般来说有三种创建方式 第一种呢是从Python的基础数据对象直接转化过来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先导入Nupy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Python数据 然后我们把A转化成一个Nupy的一个对象ndarray对象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Nupy的array函数 将Python本身的Niss的对象直接转化成了Nupy的ndarray对象 也就是我们X1现在X1它是一个ndarray对象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是用typeX1 可以看到是Nupy的ndarray 好这是第一种创建方法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是通过Nupy内生的函数直接生成所需要的对象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这个地方我们调用了Nupy的array函数 生成了X对象 array函数呢其实就是生成一个序列 可以看到这里生成了11个数从0开始 从0到10 好我们现在看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呢其实就是从硬盘读取数据 从硬盘读取数据一般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从文件直接读取 还有一种呢是从数据库 那数据库比较复杂这里就不讲了 我们就直接讲一下文件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如何从文件读取数据 首先我这里有一个文件啊 它是上证宗旨 也就是大家经常在股市上看到的指数 我下载了从2015年1月20号一直到12月19号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它依次是日期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 输入盘价交易金额成交量 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读取它的部分数据 这里我选取了open close和它的volume 然后我们看如何去操作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这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node txt函数 就这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是文件名 因为这个文件就在我们这个就在我们这个项目的根目录下面 所以说我不需要输入其他的路径 这个delimiter就是说这个文件是用什么风格的 这个文件数据是用什么风格的 比如我们看这里面它是用逗号风格的 所以说我这里面写逗号 还有的数据可能是用空格呀 或者说用一些table接呢来区分 这样的话你在这里面换成对应的符号就可以了 这个scapeRose顾名思义 就是说我跳过第一行 因为它第一行是不是数据 只是它数据的一个名字 所以我要跳过它 好 这个use cause就是说我用哪几列 这个cause就是colon的缩写 在这里呢 它第一列是从0开始 也就是说这是第0123456 因为我要用到open close跟volume 所以说应该是146 所以我在这里写上146 然后还有一个unpack 本来unpack它的默认就是force 但是后面我要改动它 所以我在这里把它写上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x就已经导入进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x shape查看这个这个矩阵的大小 还有242行有三列 好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个比较有用的技巧 这个unpack的意思 它就是说它不把我们导入的这几列放在一个数据里面 它分别放在不同的数据里面 比如说我可以放在open close volume 可以放在这三个数据里面 这个时候把unpack写为true 它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三列分开放在这三个边量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open 好我们可以看到open close volume 这是unpack的作用 好现在我们创建了nd array对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基本操作 这里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数据来进行演示 好这里我创建了一个数据 我们现在可以进行一些矩阵加法 c加c 然后也可以矩阵乘法 矩阵减法等等都可以 这个都比较简单 我现在来讲一下稍微复杂一点的索引和切片 这就是我们创造的数据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在python里面索引都是从0开始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数字它的索引其实是0 然后第二个数字它的索引是1 依次对应下去 比如说我这里输c0它就是0 就是第一个数字 然后说比如说c3 c3的话其实是第四个数字就是3 然后的话它的索引还可以是负的 比如说负1 负1的话就是从后面往前输第一个数字 就比如说c负1的话就是10 然后还可以用冒号来截取一段 比如说我从c0到5 就是截取0到4 也就是这个5其实是不包含在里面的 我们选取了从0开始到0到4的这一段 实际上这个0是可以省略的 可以这么写 然后这个5也可以省略 省略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一直到数字的最开头 这个5也可以省略 这样的话它是选取整个数字 比如说我在这里加上5 这样的话它就从5开始 然后一直到最后 除了选取之后我们还可以调节不长 我们再加一个冒号 比如说第一个冒号意思就是我选取整段数字 然后第二个冒号呢我就可以用不长 比如说小2 这样的话它就是以2为不长来选取整个数字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选取的都是偶数 024680 然后你当然也可以用三为不长 0369 当然也可以用负数 你用负1的话你会发现它是倒过来的 1987654321 这就是一些基本的索引和切片操作 再讲一下nupy当中的一些常用函数 在数据分析当中经常会用到一些基本的统计函数 比如说均值啦方差啦最大最小值啦等等 偶尔也会需要用到一些排序 然后在nupy当中呢你调用一个函数其实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是直接用upy.函数 然后数组 然后第二种方法呢因为nd array它是一个对象 它自己有着它对应的方法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对象直接调用它的方法 来产生需要的效果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数组 在这里我使用了nupy的一个随机函数 意思是生成了10个数 然后这10个数呢都是从1到100之间取样 然后比如说我求这个数组里面的最小值 就是3 求它的最大值89 求它的均值 除了这种方式呢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是比如说c点最小值 c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种方式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是nupy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排序 排序呢它这里面比较特别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如果说你用nupy的函数对它进行排序的话 它其实是生成一个新的数组 这个数组是排过序的 但是x本身并没有变化 但是如果你用x要用它的方法来进行排序的话 其实x它就已经变化了 x它变成了一个有训练的函数 但是这个函数其实并不产生一个新的训练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生成一个随机数组 然后我们用np的sort函数 可以看到y是一个新生成的数组 是经过排序的 但是x本身它没有变化 然后我们再用一下ndarray自带的对象方法 y等于x点sort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y它是没有直的 说明x点sort是没有生成性的数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x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x它是变化的 它是已经排好序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点 现在来讲一下大家课后需要完成的作业 首先使用nupy生成一个100以内的随机数组 大小自己可以定 然后将这个数组存储到文件 这个函数我没有 课程里面没有讲 但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然后再从文件当中读取该数据 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排序 求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方差 要求是两种方法都要用到 一种是nupy的函数 另一种是ndarray的对象方法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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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